天歌在雨头带点看风景 大家好 我是天歌 今天来到美丽的中缅边境 在我的眼前 前面就是内里江 我所在的地方就是 乐老非凡的江边广场 但是现在不乐老了 我手指的方向就是解高大桥 现在对面就是一座空城 我们以前就是去那个地方去玩 美丽的珠宝城 翡翠产业就是在那边 前面的大山属于缅甸的母节 也是缅甸的经济特区 但是现在那边过不去了 现在这边正在兴建这个格力 这个工程非常之庞大 眼前看得到 正在修建这个 差不多好几米高 真的可能以后 过来就真的很困难了 因为只要有获法的证件 还是可以过来的 但是不知道等到哪一天 眼前看得到 这个还有防腐网 监控都看得清清楚楚 本来缅甸朋友缅甸妹子说带我 去缅甸的期待已久 来这个中缅甸已经来了 差不多一年多了 每次都说要带我去缅甸 去渔游观光 你看这个铁丝啊 真的 迷不投风 几层了啊 现在我的身后还有一层 这里有一层 前面还有一层 过河那边还有几层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过去那边就要有获法的证件 才能过去 像现在这个过去缅甸 那只是说 只是一个蒙而已 洗了所以还靠谱一点 缅甸渔游老师说要带我过去 带我过去 真的这一些都是不靠谱 他都不好意思还躲在我的身后 不露面 真的我都不想说了 期待已久的说去 东南亚缅甸那边去 去渔游去观光 但是一点都不靠谱 真的不是说 太难太难了 那个 只有真的只有洗了 睡了梦里什么都有 等待春暖花开 等到疫情结束了以后 我们再过去那边吧 真的看到眼前的一切 心都凉凉了 说是过去怎么过去啊 那都是不可能的 现在缅甸妹妹过不来 我们也过不去 只有在这里漫长的等待 等待疫情结束 等到春暖花开 我们欢迎缅甸妹妹 来我们这边来打工赚钱 我们过去渔游观光 就是这个情况 现在在这边你看 这个隔离网 正在紧张的施工 这边很高啊 大概有五六米高 前面就是密不透风的铁丝网 大小铁丝网两边都有 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 紧张的施工 现在这边铁丝网到处都拦着 都过去不了 前面就是结构了 结构过去就是缅甸的母鸡 这个铜枪铁壁在这个地方 这个几层网 这个几层网在这里 所以说大家要一起共同抗疫 接受我们美好的家园 把这个疫情找个结束以后 我们才能可以过去缅甸去渔游观光 缅甸朋友也可以过来我们这边 所以说缅甸朋友 缅甸妹妹要带我去缅甸 这个已经现在就去不成了 所以说我们就只有在家里面 好好的休息 就是这个情况 好的这期视频就要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